那第三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三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 那第三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拿起來 意外的輕巧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是有拿過一滴的 所以我是覺得到 喔一滴就是有那個 份量這樣子 但是R3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有點像是 就你可以把它當隨身機真的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拿起來 而且他現場配的是一個 14到35 我覺得應該是還不錯的鏡頭 我之後 有機會可以購買這支鏡頭 但是這樣子搭配我真的是覺得 平衡很好啊 然後他的機身真的是 不會很重 真的是意外的輕巧啦 而且握起來很好 但是他的垂直手把的部分呢 我是不知道他到底 設計 有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他的主要手把跟垂直手把握起來 其實不太一樣 他的垂直手把的地方 他的深度 怎麼變很淺 因為我的手可能比較大 就是 垂直手把比較淺 比較難握 因為 你也沒有辦法去換個 3rd party 垂直手把 就變成 你固定一個 稍微淺一點的垂直手把 在你的相機上面 就 你沒有辦法挑選啦 你也沒有辦法改善 就 有點可惜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改善 是不是 你沒有人